11月25日 浙江杭州出现两例无症状感染者 一例系浙江大学工作人员 随即浙江大学紫禁港校区封闭 迅速连夜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晚上 记者来到校园门口 只见校门紧闭 外来人员一律不许入内 学生进入需要出示相关证件 辆马通行 时不时有车辆前来运送物资 采访中 不少相关人员家属告诉记者 目前 浙江大进行了封闭 相关人员都要进行封闭式管理 他们都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了食物 水 预寒物 等一些生活必需品 他就是通知 叫说 浙江大博物馆那边 有一个无症状的阳性 说学校然后就立刻出了通知 让他们学校进行封闭式管理 学校进去 学生进去以后就不可以出来 他们现在进去要做河山 大包小包给他带着啥 他说的浙江大发现了一个医列 就是新冠 确诊阳性的 他们不能来了 要关起来了 关多少时间不知道 那你女儿现在就是在干嘛呢 河山刚刚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 出来来拿东西的 我给他送的是必须的药品 然后他没地方住啊 所以就给他拿了一个毛毯 一个枕头这样子在实验室靠一下 浙大工作人员家属贤女士告诉记者 她其实没有过多的担心 她和女儿对于浙大的应对措施 还是很相信的 吃的基本上没什么带 因为原则上学校里应该会公民的 有食堂嘛 是不是 这个我相信浙大这点东西不用担心的 不用问的 我反正很相信他们的 我觉得这些人应该说是学生也好 工作人员也好 他们有很多老师也一样的呀 也被关起来了呀 我刚才看他们那个丈夫来送东西 也大家都很平淡的 没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配合嘛 配合学校的工作嘛 深夜中 无论是把校区管理的 井然有序的安保人员 还是自发前来送物资的老师 校友 无不体现抗议中的温暖 而温暖中还有那久久不愿离去的家长 和他们的理解 许先生表示 虽然在家时有些纠结 但还是决定送女儿回校统一封闭管理 近凌晨两点 她还在远处守着女儿的背影 这两个还是放心不下 看得近 那边的食堂估计也都要去那边 哦 所以就是这个日常的这些 起居饮饰有点担忧是吧 对 截至26日9时30分 杭州共排查密接767人 次密接299人 均已落实集中隔离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对感染者所住小区 工作场所及周边区域人群 开展了核酸检测 共采样63774人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